指挥中心今天公布了国内新增183例这么多的本土个案 而其中基隆小吃店的相关区聚持续的延烧当中 目前累计205例的个案 另外基隆某个科大增加了17个人 因为学校人比较多 大量裁剪出来数目也相对比较大 基隆这个场所里面 增加了45例达到205例 不过这两天里面 在这个相关场所的本身 增加的就算是比较零星 尤其是在从业人员这一方面 就增加了1例 那这剩下是他在家户里面增加了5例 那其他的4例 那紧急的人员增加了1例 那其他其实比较多的反而是在 在基隆的一个科大 他增加了17名 增加了17名在学校 那因为学校人比较多 所以大量的这样的裁剪 那出来的数目也比较大 好来关心的是台中确诊人数在天四里 包含了婚宴群聚 桃源工作坊跟花莲某个医疗的机构 一共有三条有机可循的传播链 而由于目前还在清明年假假期 市长卢秀燕提醒不可以轻忽 还是要做好防护 也强调台湾是同岛移民 防疫的政策应该要有一致性 4376 他是60多岁一位台中是男屯的男性 他也已经完成三剂的疫苗注射 2ZAZ以及莫德纳 他是去桃源看孙子 那他是因为跟桃源某工作室 23912有接触 桃源方面就通知本市 要对这个阿公来进行裁检 那4月2号通知裁检确诊 这个个案呢 他本身没有症状 已经收治在医院隔离治疗当中 那他匡列的 其有四个人都已经居家隔离 并且裁检当中 另外台中市政府 今天我们要主动公布一个 还没有案号 但是我们已经向中央通报的 的一个个案 那这个个案呢 是5岁以下的幼童 那他是前两天我们有公布 那我们台中市有几个市民 到花莲家庭去旅游 确诊的台中无妻 39岁的女性 暗号是23768的小孩 以上呢 我们今天公布3加1 三个有全国暗号 一个没有 那这三个 这四个 今天公布的是四个 确诊的案例呢 都是有机可循 近期来 全国的疫情在升温 那因此很多人关心本市 台中市的疫情政策 防疫措施是不是应该要调整 那很多人都在关心 都在询问 我的态度是同岛一命 我们必须同心协力 守护好我们的家人 台湾是一日生活圈 行动自由 往来非常的方便 所以防疫政策还是一致 比较好一点 所以台中市的防疫政策 原则上会和中央保持一致 但是当然我们也会滚动式的检讨 根据疫情的一个状况 来决定是否加延跟加密 所以要请市民朋友 随时要注意留意本市的防疫资讯 原则上我们和中央一致 但是有特殊状况的时候 有可能在局部的地方 局部的措施会加延加密 那时候都会跟市民朋友做报告 随着病毒的变异 现在的确确诊病例很多 都是无症状或是轻症的居多 因此指挥中心在今天的 专家会议之后修订了 解除隔离的治疗条件 包含了移除隔离10天 跟N抗体阳性的检验标准 到底详细做法是什么 来听听最新的说明 有蛮多的个案 它可能在我们採检 第一次阳性的时候 CT值可能是没有超过30 但是又很接近30 比如说在25到30之间 所以如果照现行的条件 它必须要待满10天的隔离 才可以解除 但是它可能在中间 已经有陆续採检出来 CT值都已经超过30以上 但是还是会被卡住 没有办法提前解割 所以这个条件 我们今天有在专家会里面讨论 就是说没有限定一定要在这个 隔离这边达到10天 就可以依照这个整个裁检的结果 如果有两次的这个CT值都超过30 或者是说是阴性的话 就可以直接符合这个解隔离的条件 那不管是从国际上的文献 或者是我们最近这两个多月的观察 大概针对Omicron这个部分 因为它很多的感染都是无症状 相当轻微的 估计大概有两成左右的这个感染者 事实上是不会产生这个抗体 包括N抗体在内的这个抗体反应 那但是它在后续的这个检测 事实上都是符合阴性 或者是CT值大于等于30这样的条件 所以在早上我们专家会议的报告 跟讨论当中专家们也都一致同意 就是说可以把这个N抗体阳性的条件移除 屏东县府在横春墾丁举办的 为期三天台湾纪音乐活动 因为疫情临时喊咖 原因就是为24岁北部女性游客 因为公司通知同事确诊 自行购买了试剂 这一件也尝现了阳性 所以被屏东县府紧急收治 县长台梦安演绎之后 取消了台湾纪的活动 也发出了近万通的细胞简讯 呼吁大家赶快来裁剪 屏东三个本土的案例 是在外县市高雄工作 然后去志愿的当中 回到家来探亲 那总共这个家庭的聚会 群聚有三个人 在公众的场域上 那目前三位已经收治在蛤蜊病房 另外也从他们所接触的 包括轨机里面 有138位来进行裁剪 其中居家隔离有34位 自主健康管有104位 目前疫调也陆续在扩大当中 台北这样的一个个案 在因为4月2号进入到本县的 台湾纪的活动场合 被公司的人告知 他同仁确诊他必须接受隔离 然后激紧的去快筛 发掘阳性之后 我们也特别做了 从部几个做加强的防疫措施 在今天凌晨接候到之后 我们同时做好相关的一些疫调 包括匡类的相关人员 目前陆续在进行当中 同时今天早上取消了今天所有在台湾纪的活动 那么也因应这样的个案 那我们同时今天再强化了几个措施 特别从中午发出了细胞简讯 那这个细胞简讯收到者有什么症状 目前在恒春三家医院都有一个筛检站 同时恒春卫生所目前在建构当中 未来在晚上也会再投入 这个恒春卫生所的筛检站 那另外今天下午三点 已经目前还在正在发放这个快筛计 让当天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或是有民众有认为有需要 我们免费的快筛设计 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到这个服务台 那如果快筛是阳性 赶快连到1922或屏东县的 这样的专线来做PCR的检测 清明假期第二天 班图疫情在创今年新高 确诊数来到183例 而其中台中婚宴的群聚相关个案 共增加16例 其中有9例是跟新竹医院群聚相关 指挥官陈时中就坦言了 经过扩大台检 再发现了9位病患确诊 需要加强注意 总共比较大的 是在新竹县 在新竹县 其实这有一点 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群聚 所以昨天再出来是23409 跟23875 那一位是护理工作人员 那一位是病人 然后今天在医院里面的一个 这个扩大的一个裁剪里面 又发现了9位的病患 又发现了9位病患 所以这个台中婚宴今天所增加最多的 那还是在这个 这个 就是医院里面的这个群聚 那至于其他的都有相关的厂与的连结 那刚才在 看起来就是说在金门 金门本来在这案子有两 有延伸的两例 23502 23888 那今天进门又增加了一位 不过相关的疫调还要进行 目前看起来 跟这婚宴没有直接的关系 2000人的数目不足以 来说明说他已经是流感化 但至少我们知道现在目前来讲 重症的比例相对低 那这个印象一个是两个 是我们本土的数字 但这个1000多人的数字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这样来证明 但是以国外的数字来看 事实上可以互相印证 所以相对 他相对的是亲政化 是这样讲 但是对于高龄的 尤其是没有打疫苗的 那威胁仍然是非常的大 是不是用打疫苗来做这种 相关的自主管理 或是匡列的依序会 他未来我们也在研议 会把它当做一个要求的标准之一 那其余的就刚才讲说 要看自主应变的能力 跟未来这里面配合快筛 等等的 那当然就会把接触者的匡列 稍微放 放的范围比较小一点 一些演唱会 我们会需要做一些暂缓或是紧缩吗 OK 像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因为人数比较多 所以当然要个人来讲 他自己的一个团体里面 到底多少人 那相关的比较密切的接触者 那当然要积极的去匡列 那当然在接下来就是要观察 我们讲要在积极在 正常生活下防疫就这样 并不会说一两个 一个染疫 然后整个这种大型活动 都把它停下来 难够及时补充抗菌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 是有独家的好看